言文哉读,书接上回 好了,袁崇焕准备妥当了 就向毛文龙开刀了 是1629年4月,即是崇征二年 继了读读,袁崇焕下令 凡是去东江的船籍 必须一定要先开到宁远国华岛 然后再去东江 毛文龙一接到这个命令 就吓得整个女帝大声喊 这样做法也有的 那就是在我喉咙咳咳也要咳死我 因为皮岛是走私习散地 凡是大陆出口的船籍 和外地走私来大陆的船籍 一定要先经过皮岛才运来的 那皮岛全靠这些走私来往来都找钱的 哦,现在你不准船籍经他那里 那便无了经济来源 那便死直了 所以,毛文龙即刻上梳给皇帝 请皇帝望开一面准去那些船籍 经过皮岛 怎知道皇上批示 要从长鸡椅 哈哈,从长鸡椅 喂喂喂喂喂 皇帝大人,我几万人等着开饭 你叫我从长鸡椅 你叫我从长鸡椅 喂喂喂喂 椅到几时呢 正在毛文龙追困人的时候 你怎么都想不到 啊,有一个最不能够帮自己的人 居然出手救他一命 毛文龙突然收到十万两白银的军响 这十万两啊 是袁崇焕亲自批准法来的 啊,什么话,什么话 是袁崇焕法来的 毛文龙当然十分意外 亦非常非常感激啊 啊,怎么都想不到 袁督斯 看他平时会为难自己 原来这么好心的人伸出援手救自己一把 哎呀,这个毛文龙呢 都算是一个老江湖的了 几十年来经历过无数 风风雨雨 他怎么都想不到 喂,你拿了袁督斯的钱啊 不用多久 袁督斯就拿你的命的了 毛文龙啊 他夜怎么都想不到 原来这位袁督斯 很久以前就想杀自己的了 在崇禅元年七月 袁崇焕在京城 曾经跟大学士 前龙石谈过 他说了一句 他说了一句 这样的说话 毛文龙呢 可用就用他 不能用一会儿 就杀他了事 不但说了这句 要杀毛文龙的说话 连怎么杀法 他都说了 他说 要杀毛文龙啊 一定要深入其军 然后斩其水 即是说你要杀毛文龙啊 不是随便杀的 一定要深入跟他部队里面 然后想办法杀他 后来呢 袁崇焕写给皇帝的奏梭 更是一清二楚 那封奏梭是这么说的 去年十二月 神已经安排了杀毛文龙 毛文龙又死毋生 咦 原來她已经安排好了 pitches blow 毛文龙又死 毋生的了 唉 既然又死毋生了 还需要跟他谈那么多 杀得了事咯 也不是这么说 lle 因为毛文龙手下 还有几万人马 占据着皮岛 你就这样杀他 这帮暴下作反 跟你死前难打 这样子很难搞的嘛 所以 袁宋汶就决定 先哄一下他 先让他顺着时机 然后攻其 冒避一下子杀了他 所以 一开始会那么阔 拿十万两百银给他 然后 袁宋汶 还送了很多 慰问品给他 什么粮食 兵器 之类 而且 还时不时写信给他 慰问他 这个大老粗毛文龙 果然上当 他离开皮岛 去到宁远 来拜会 袁宋汶表示 感激他的关怀 帮助 送羊入府口 大好时机来了 袁宋汶 本来 本来 就是想趁这个机会 杀了毛文龙 后来 为什么 没有杀他呢 因为 袁宋汶 这个人 是心谋远虑的 他想着 我就这样杀你 人家会说 闲话 说我引你进来 我房地杀你 好 留住你先 我将来 去到你住房的地方 才杀你 那人家就无话可说了 所以 这次 袁宋汶 忍着手 没杀他 大家在宁愿相会 谈得十分 投契 走的时候 还依依不舍 袁宋汶 再三表示 十分 想和他交朋友 而且 约好 一个月后 我要亲自去皮岛拜访你 到崇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袁宋汶 真是手信用 率领船队 就开到商岛的地方 来到拜会毛文龙 商岛 就是皮岛附近一个小岛 是毛文龙的防区来的 五月三十日 毛文龙就来到商岛 跟袁築师会面了 第二日 六月初一那晚 袁宋汶 就亲自去到毛文龙 驻集的皮岛 来到拜会毛文龙 上方展开会谈 十分客气 气氛热 互相鼓励 表示当今时局艰难 一定要共同努力 都过难关 这一次 是两个人 最后三次会谈的第一次 那既然来到自己的地盘 毛文龙当然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军威 他就统领了三千五百个精壮士兵 在岛上列队来到欢迎袁宋汶 到第二日 六月初二 两个人就开始第二次会谈 毛文龙还请袁宋汶 离开他坐的战船上岸阅兵 毛文龙当时显得有点紧张 一大批徐从拿着刀枪 兼击守卫 每次都提防着袁宋汶 袁宋汶 离开自己坐的战船上岸 反而十分淡定 十分轻松 只是带着几个卫兵 一路跟毛文龙 聊天谈笑风生 搞得毛文我十分不好意思 就吩咐那些手下的守卫士兵 统统离开 不要经常跟着我 两个人聊天 一直聊到半夜 都还没聊得完 哎呀 真的多东西聊了 气氛热烈到极 这个呢 就是他们最后的三次会谈的第二次了 那接着第二天呢 毛文龙呢 按照礼节呢 应该就回访袁宋汶了 所以毛文龙呢 就去到袁宋汶注册的大营 来到会见袁宋汶了 这个就是两个人 第三次会谈了 那这第三次的会谈 他谈了什么内容呢 就没有公开吧 但是一个月后 袁宋汶就将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 就报告给崇禁皇帝 内容写得十分清楚 一字不漏的 现在照读一下 一开始 袁宋汶就说了 你在边疆这么久 哎呀 实在太努力太辛苦了 喂 你老家在杭州西湖的 那里地方好啊 毛文龙答 我也这么想过 不过 现在后今敌人还在 这里我不离得开 袁宋汶说 那又不用你这么担心 会有人代替你的 毛文龙就说 是吗 这里居然有人可以代替我 哦 袁宋汶就并没有再问下去 即刻就转过另一个话题 我这次来呢 是来 奴军的 是想威问一下你的部下 持兵 每人掌赏一两百银 一匹布就一石大米 按人头发放 你到底有多少人吗 毛文龙就答 我现在手下呢 只带了三千五百人来 明天呢 我就集会 来到领掌啦 好了 谈话正式结束 毛文龙的命运 亦就此结束啦 在他两个人的第三次会谈 那就是最后一次会谈中 其实 袁宋汶已经十分清楚决定 向对方下最后通调 他第一句说话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留在这里啦 你还要马上跟我回乡 去杭州好了 如果你把权力留下 而交给我 那一切还可以商量不杀你 谁知道毛文龙死牛一面颈 居然说 侯金还在这里啦 我不留在这里怎么办呀 袁宋汶又警告他 那倒不是啦 这里不是说没有人可以 顶得上你啦 喂 你都说到这么白了 已经明显露出杀机啦 哎呀 你个毛文龙 这么都不醒悟 还在这里死顶 说没有人可以顶替我的 最后一句 袁篤斯问你有多少步骞 我现在要发奖金给你 要按人头来发 谁知道毛文龙看穿他是摸底的 就说我呀 只是带了三千多人来而已 到底有多少人嘛呢 就不肯说出来啦 十分明显啦 谈判已经破裂的 会谈就此结束 袁篤斯已经下狠心杀毛文龙啦 在六月五日 袁宋汶就在山上 设置大影 准备在那里接见毛文龙 袁宋汶就被人非常客气啦 就一早站在路边等候毛文龙上山嘛 毛文龙就带着大队人马 来到袁崇焕治那个营地那里 怎知道袁崇焕就截着他说 喂喂喂 我都是平常会面而已 哎呀 现在又不是阅兵 不用带那么多人马来的 大家随便点好啦 毛文龙也觉得这么说 有些道理的嘛 就吩咐这步 不用跟我上山 你就地等下我吧 袁崇焕 就和毛文龙 就一起走上山 走到半路 袁崇焕突然停下来 对着站在毛文龙身边的徐崇 张教说 你们啊 长期住手在这么荒谬的地方 唉 你们镇守必疆 为国效劳 每个月的辛享又这么小 实在太辛苦你们了 请大家 受我一拜 啊 受我一拜 一说完这句话 袁崇焕立即跪下 扣个头 哎呀 得了的 得了的 哎呀 统帅啊 督师啊 跪下 扣个头 给大家 所有的 将教十分感动 纷纷跪下 扣头 回礼 接着 袁督师还说了一句 十分重要的承诺 那 今后啊 你们 只为国家 效力 你不用怕 武梁享发的 这句 说话的意思 就很清楚了 以后啊 毛总兵死了呢 我照样照顾你们的 你们大家不用担心的 跟着呢 袁崇焕 一边走 一边 和毛文龙 聊天 十分亲切 认真又好 一直 就走到 袁崇焕 设立的大型门口了 袁崇焕 突然间喝了声 毛文龙 本部院 跟你 谈了三日 只希望你能听 重勸告 回头是岸 谁知 你还是昏迷不误 目中无人 国法 岂能用你 如此猖狂 哇 突然间 反面 毛文龙 没有到思想准备的 当时还是满面 笑容 一美 这么额头 刚才 谈得好 地地的 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 毛文龙一时间 真的搞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 袁崇焕 已经下令 绑人 接着就宣读 造经 准备好的 毛文龙 十二大罪状 哎呀 这些确实 莫 需要有 罪状 实在 做得太 离谱了 好似说 他 毛领 军响 毛领 军 功 又 喜欢 玩 女人 哎呀 这些是 做官的人 人人 都有份 的嘛 这些小毛病 的 是不是 还有一样 这么没谱的 毛文龙 要托 魏 忠然 大脚 打算 为魏 公公 立 卑 要 为 公公 起 池 躺 哎呀 魏 公公 权 倾 天下 是人 都托 他大脚 的啦 你不要说 毛文龙 你袁崇煥 也曾建议 在宁远地区 为魏 公公 起池塘 嘛 这样都成为 死罪 那你自己 怎样 毛文龙 当时 还 猛猛 董 董 袁 独师 已经下令 将他的官服 跟我 统统 取杀 混入 监仓 毛文龙 大声 喊 文龙 无罪 文龙 无罪 哎呀 哎呀 毛文龙 这么大声 喊 文龙 无罪 他到底 有罪 还是无罪呢 袁崇煥 敢不敢杀他呢 欲知后事如何 车代下会分界啦